落花生 许帝山 居然收获了 妈妈说 今晚我们可以做一个收获节 也请你们爹爹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如何 我们都答应了 母亲把花生做成好几样的食品 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 那晚上的天色不太好 可是爹爹也到来 实在很难得 爹爹说 你们爱吃花生吗 我们都争着答应 爱 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 姐姐说 花生的气味很美 哥哥说 花生可以炙油 我说 无论何等人 都可以用贱价买它来吃 都喜欢吃它 这就是它的好处 爹爹说 花生的用处固然很多 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 这小小的豆 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石榴 把它们的果实悬在枝上 鲜红嫩绿的颜色 令人遗忘而发生羡慕之心 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 等到成熟才容忍把它挖出来 你们偶然看见一颗花生 色缩地长在地上 不能立刻变出它有没有果实 非得等到你接触它 才能知道 我们都说 是的 母亲也点点头 爹爹接下去说 所以你们要像花生 因为它是有用的 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 我说 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 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 爹爹说 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我们谈到夜兰才在 所有花生食品虽然没有了 然而 父亲的话 现在还印在我心脑上